好 接著來看第十場 第十場就是今天另一行錦標賽 香港馬主協會錦標 今年跑到一班1200米 票數方面又怎樣呢 最初是何摘耀的座期 當家猴王是熱一點的 3.4倍開票 過完關就3.1倍 最後回到4.1倍 結果成為大熱門周進落的座期 標之未來開票3.8倍 過完關就4倍 最後二字頭 落到2.6倍 其他的對手方面 看到那隻澳遊戰士 曾經有些過關飛15倍落過12倍 開票時都不是回很多 上去13倍 最後那兩匹馬就是何摘耀和周進落 欠高東力獎 看看誰比較聰明 起步的時候應聲大出澳遊戰士 是比較快的 外檔是標之智能 中間是二郎 內檔這邊是近至騰雲 這四隻比較快的 內檔那邊 標之未來起步都很聰明 拍著名進之星 然後埋緊地還有一隻平常心 後些位置 當家猴王 幾帶都霸個好位才 他前速慢一點 幾帶跟著前面標之未來 這裡放上去一點 再跟著跳出世界 再遇歸來 尾位置是有李共賞 尾衣三 尾衣先是雄運大師 包緊美暫時守到回來 入彎的時候 前面的澳遊戰士 拍著標之智能放 貼藍衣上到第三 標之未來拍著近至騰雲 走出去外碟是二郎 中間是名進之星 當家猴王一路熟著標之未來 幾帶跟貼他 再跟著他 平常心跳出世界 有李共賞走到內檔 扔出外檔再遇歸來 在美那對雄運大師和守到回來 入到月之後直路的時候 第二段很快的澳遊戰士 在鬥著標之智能 來檔立刻叫出來 就是標之未來 其實當家猴王都叫了 叫不正位 被明進之星 叫他這裡不夠位 還有百多位 前面標之未來 一騎過了標之智能和澳遊戰士 後面追上來明進之星 當家猴王現在才找到位 前面走了 綁牛輕他們 走又走先他們 他就贏了 過了第一名標之未來 第二名當家猴王 第三名明進之星 第四名還是澳遊戰士 我想壓著一壓 對賽果影響不大 因為前面那隻都贏了兩個 幾碼 那個勢也挺好 而且前面那隻 當家猴王也是第二 可能輸小角馬位最多 你說他在明進之星內側 沒有什麼位 而且19磅很難讓 怎麼搞呢 還有你當家猴王 其實最高贏馬評分是94分 現在你拍了113分 比上次贏馬評分是高19分 中間對三沒有贏 沒有贏 但是第二都捱得飽了 所以他在這個位置 雖然很勝利 都不是那麼容易贏 成衣就有了 看到市集都做足了 有你共賞 12檔都放得難 追過第五 不過今天都是不利追的了 都叫追幾步的 現在他要再 即是由內蘭拉出去 表知智能比較失望 不過裏面有隻澳油戰士丁 如果他埋到蘭 可能就不同 因為重磅二碟 他千二要重磅 就真的沒有什麼好處 現在直鏡看 雖然當家猴王 曾經一度的位置窄一點 在明俊之星內側 但是他也有很長路 讓他望空追回 所以對賽果沒有實際影響 看來 不過明俊之星去到這個級數 這個級別 還要虧一些分 還要跑到第三 都算是挺厲害的 不過厲害就慘了 因為這場虧三分跑 莫雷拉還好像超磅 這條數很長時間 加分那裡 他這場不算很慘 上一場比較慘 上一場是最好機會贏回一場 但是把握不到 看看第三張照片 就是明俊之星 捧杯的 標之未來 旅建威 捧走今季的香港馬主協會 去看見民票 但分段時間 頭23秒04 第21秒83 末段22秒74 總時間去到1分07秒61 其实吕建威也挺厉害的 今季还在联马斯榜的第四位 你想想去年跟他斗的姚本辉 今年的成绩都差了一大截 下半版的嘛 辉哥 但是吕建威还在前面回来 也挺厉害的 尤其是吕建威看到他 这些都算是比较质新的马 标志明 但是他很多中年马 他都保持得很好 两只杨明都很厉害了 今天国领风骚 姚本辉又赢了一场錦标 吕建威又赢了一场錦标 因为到了这么上一年纪 你开始数 入到前五名 你有机会可以做多五年 譬如高东来这么厉害 他今年也跌出了前五名 就是说那个成绩 幸好奖金他在前五名 而说到我们刚才说 就是今天那个场地的影响 这一场也看到 做到1分07秒61 这么快的时间 应该标志未来 自己没做过这么快的时间 没做过 他因为这场都破了班制纪录 但是联华生辉的纪录时间 还差多少 是 就是破了一班纪录 就不是破了场地纪录 那个都是联华生辉做的 那个纪录都是 那联华生辉是很厉害的 是 那跑完第十场 还没完的 还有第十一场赛事 回来再说了